经营我们的家庭 可以用来晋升我们属灵的生命 我们基督徒可以更多时间来亲近主来服侍主 照道理讲是这样 可是我们来反省 我们现在人的生活 包括基督徒在内 你越来越清晰 还是越来越忙碌 有没有人觉得说 我科技产品越多 我就空的时间越多 然后我就越来越清晰 有没有这样的人 没有耶 我发现没有 反而是越来越忙碌 那我们有这么多的科技产品 节省我们的时间 对我们的生活方便 我们会越来越快乐 还是越来越臭苦 有没有人说 我现在越来越快乐 以大部分来讲 除了南港行弟兄姐妹以外 南港行弟兄姐妹 会越来越快乐 我相信 因为你们心里有主 我知道 这我早就有答案了 可是我要问是南港行以外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人是越来越快乐 很少 非常少 扣到学到会爱着弟兄姐妹以外 几乎没有 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是害怕你们讲 真的 你们现在还笑得出来 表示你快乐啊 有些人是笑不出来的 好 好 弟兄姐妹 没有更快乐 娱乐的东西越多 大家越来越不快乐 好 能够让我们节省体力的东西越来越多 我们越来越不舒服 我们有冷气 我们有温暖气 我们有烘干气 洗衣机 我们什么都有了 但是我们没有比心更快乐 没有 好 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越来越少 我们科技进步 探索到一个屁股 我们要去发掘 遥远的外星球 例如火星 我们花了 不知道多少亿美金 我也不知道 这个数字我永远记不起来的 好 大火星 探索那里有没有生命 对不对 我们要探索火星的奥秘 可是 我们绝不愿意 花那少少的 五十块钱 买一份锅天 给我们的邻居来吃 跟他交集关心 遥远的外星球 我们去探索它 可是注意到我们左右邻居对面 我们不想去认识他 我们的快乐就从这里开始了 好 那么 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也没有越来越多 反而越来越少 我相信 很多数的人 包含多数的基督徒 我说的我相信 是因为我问过 现在一个因苦供仇返的 一个现实环境里面 而且越陷越深 越陷越厉害 这个情形就像什么 以色列人在埃及做普攻 他们做了三四百年 投入的人力越来越多 因为以色列越深越多 每个生下的孩子 全部要当奴隶 可是他们工作永远做不完 情形是一样 好像我们投入了 比以前更多的金钱 更多科技产物 更多的时间 可是我们事情又解决掉 我们永远做不完的事情 好 弟兄姐妹 为什么埃及网要以色列人 加倍的工作呢 我们没办法知道 埃及网是不是相信摩西所说的 耶和华上帝是真实 我们不晓得 但我不管他信不信 耶和华上帝要拯救 以色列人的消息 一旦传开的时候 会怎么样 人情会浮动 甚至会暴动 到时候很难镇压下来 以色列人会想的是什么 上帝给我们撑腰 我们不怕 跟他们打一仗的 人比亚多人海战术 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我们十个打一个 是不是 我们十个打一个 也可以打赢 到时候会震压不下来 所以埃及网就给以色列人 加倍的苦功 第一个让我们对摩西反弹 第二个让我们很忙 忙到一个程度 没有空闲可以去思考上帝所说的话 没有办法去思考上帝 曾经给他们祖先 雅伯来比赛雅克的应许 没有办法去期待说 他们可以进入迦南美地 那个应许之地 但我们忙到一个程度 头脑是没办法去思考的 那每个时代的人 包括我们 当然说的 在今天科技这么进步的一个时代 每一个人 包括基督徒 好像越来越忙 好像我们好像什么 就像那批在埃及地做苦功的以色列人 我们都为了苦功而筹罚 以色列人怕什么 怕机过程不盖好 埃及士兵的鞭子要打下来 怕人面失身像没做好 棍子就敲下来 怕埃及法老王要了金字塔 晚一天做完就多一天吃鞭子 他们因为这样子困苦筹罚 我们跟他们一样 我们因为苦功筹罚 所以我们也一样 不听上帝话 有时候 我们会安逸自己 没有关系 忙完了 我一定会安静地听上帝话 我忙完了 我好好地读圣经 只要 让我把这次期中考 期末考 预备了 考完试 我会认真读圣经的 只要这次 我把我们 系上的活动办了完 我一定会认真读圣经的 只要我这次 我们学校社团 早上够了 我一定会认真读圣经的 只要我的孩子 能够好好考上大学 国立的 我就可以认真来 亲近主了 只要我把房贷 搅完 我就可以 好好地来 服侍主了 我的房贷是几年 二十年 弟兄姐妹 我就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我们一直会想 我把这些事 忙完了 我会亲近主 我会读圣经 我会提神的话 结果呢 我们是永远忙不完的 有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说 他已经忙完了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提神 到一个人可以告诉我说 他已经忙完了 他已经没事 好像永远忙不完 我并不是说科技不好 但是太过于忙碌 真的不好 我们很忙 我们华人 我们汉人 创字很有意思 我们中文的忙 有两根字的结合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 心跟王 就是心死亡 忙是什么 忙就是心跟王的结合 有时候忙 会让一个人心死 而且彻底的死 死到不能再死 没有任何的生命 没有任何的活力 没有任何的思考能力 没有探索的能力 不能够去探索生命的问题 你不能再用你的心灵 跟上帝有任何的一个接触 不能再跟上帝有任何的一个沟通 没了 也不肯跟上帝建立任何的关系 最后 你得不到上帝愿意给你的恩典 你得不到上帝给你的福分 你得不到上帝给你的指引 你得不到上帝给你的话语 然后你就忙到最后 远离这些恩典福分 就算了 最后很可能 远时去救恩也不是不可能的 魔鬼就像这里所记载的埃及王 他就是不想让你听到上帝的话 所以他想尽办法 剥夺你读经灵修的时间 剥夺你对天讲道的心智 就像以色列人不肯听 摩西亚传达的话语一样 怎么剥夺呢 让你因苦功愁法 不肯听他话 让你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六天天忙 忙不当你没有时间可以读圣经 读神的话语 你没有时间可以祷告 就连礼拜天 好 我来教会聚会 我就放下做工作来教会聚会 好好听今天林牧师要讲什么 弟兄姐妹 如果还是不想放过你 这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 为什么 他会让你心里再继续忙 牧师啊 你怎么还不赶快讲完 今天中午有客人来我家吃饭 我那个卤猪脚还没卤好啊 对不对 牧师你怎么不讲快点 今天那个有那个 家乐福有特价值供应到下午一点抢购啊 鸡蛋一盒子要一块钱被抢购了 我怎么办 真的在想这个 弟兄姐妹 不要笑耶 真的我碰到这问题 牧师你今天讲道会讲到几分钟 就跟往常一样 那你往常是讲道几分钟 我会跟今天一样 你可能会讲快点 我说怎么了吗 今天我们那边 你知道那个增仙寿司啊 我们那边新开诺特价 然后前面二十名对折犹太 我要去抢 我说那你就去抢啊 那你要讲快点 我说我不会讲快点 但是你要中途离习你的事 我不会鼓励你离习 但你离习我也不会阻止你 对不对 你就去啊 那干我什么事啊 真心又不是我开的 你跟我讲这些干什么 如果真心是我开的 那我来南港堂 我会每次提一个袋子吗 我会拿一整盒 来上个大家一人一盒吗 是不是这样子 是啊 那说说啦 因为真心根本不是我开的 好 弟兄姐妹 所以连我们来教会 一个礼拜就这么一次 来敬拜祖 来听神的仆人 来传讲神的话语 魔鬼都不会放过你 让你心里忙碌 让你心里筹完 我要赶快去 前这个真心的对折 前二十名有对折 变成这个样子 加到一个新开幕 进去前五十名 有优惠 然后台堂开幕了 前一百名送一个红包 一百块的折价券 就是这样子啊 跟弟兄姐妹这些全部都是我遇过的一个事实 所以这样你嘛 让你一苦功愁烦 你不能够听他的话 那么 魔鬼要的是什么 他可以像安息王一样 帮你吃喝 以色列人在爱子做苦功 有没有吃喝 有啊 可以吃可以喝 不然他们会饿死可死啊 立他们做官长 什么叫做官长 他们立一些以色列人 当以色列人的官长 叫以色列人去管以色列人啊 所以今天你肯在社会上 魔鬼为了剥夺你 听神的话语 他可以给你财富 可以给你社会地位 但是他不要你听神的话 魔鬼最希望的是你像以色列人一样 因苦功愁烦 不肯听他的话 这是魔鬼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你要钱吗 钱给你 你要社会地位吗 给你 科长够不够 不够主任 再不够经理 管董事长总裁都可以给你 要不要都给你 但是一件事情 叫你苦功愁烦 不要听神的话 这样子就够了 只要你不肯听神的话 你要什么都给你 反正这些东西 所谓给你 也不过是借你而已 所谓的头衔 不过是个虚名而已 所有的财富 不过暂时放在你那边而已 为什么 你眼前看得到的 一切财物 六十年后 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 我是说以我的年纪来计算 六十年后 没有一样东西会是我的 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好 所以今天 魔鬼所要的是 你因苦功愁烦 不肯听上帝的话 他就打到目的 其他的他并不在乎 为什么 魔鬼这么怕人 还听神话呢 我们要先看上帝对摩西说什么话 要摩西去转达 上帝对摩西说的话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我是耶和华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显现为全能的上帝 至于我们耶和华 他们未曾知道 这段他的重点 让你认识上帝是谁 我们通过读经 灵修 听讲道 目的要让你认识上帝是谁 我们所信的上帝 是一个怎样的上帝 你越加认识这位上帝 你会越加的敬爱这位上帝 你会越加的亲近这位上帝 我们要认识上帝 最快的方法 莫过于从他的话语里面 莫过于你自己跟他的一个接触里面 而不是从其他的书籍 其他人的见证 那是别人的东西 那都是二手 上帝要给你是一手 就是你自己直接来亲近他 第二个优点是什么 上帝说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 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 这句话的重点在约